所以在那個時候發現我做Youtuber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很反對 你說整個社群一起反對嗎 對 然後現在他們有一直被重傷 然後我爸還在 所以那時候為了要保護我爸的名聲 所以我那時候直接把所有IG性感的照片全部下掉 然後加上爸爸他認為這樣是很丟臉的 但是他又想保護我 他們就是一直會講一些話威脅我爸 比如說什麼要叫那個 阿拉伯大使館的人把我抓回阿拉伯啊 然後可能會把他用石頭爆炸XXX之類的 拿槍開我阿 這種這種話 可是我都不知道台灣有保守到這個程度 你小時候有跟爸爸去清真寺做禮拜這個嗎 有有有有 所以幾乎就是我爸身邊的那種回教朋友 他們全部都知道我三女兒 所以在那個時候發現我做Youtuber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很反對 你說整個社群一起反對嗎 對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WhatsApp的那個群組 然後這件事我都沒有跟任何人說過 因為那時候一直被重傷 然後我爸還在 所以那時候 為了要保護我爸的名聲 所以我那時候就直接把所有IG性感的照片全部下掉 但是Youtube的影片下不了 因為那是跟公司有關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突然說 為什麼你的照片都不見了這樣 然後我也沒有解釋 我都不敢說 但是現在終於有機會說了 但是 主要是那時候是在意爸爸的名聲 然後加上爸爸 他認為這樣是很丟臉的 但是他又想保護我 他們就是一直會 講一些話威脅我爸 比如說什麼要叫那個 阿拉伯大使館的人把我抓回阿拉伯 然後可能會把用石頭爆炸XXX 之類的 拿槍開我 這種 這種話 可是我都不知道台灣有保守到這個 對啊 他們就全部就都是阿拉伯人 然後都是回教徒 然後是台灣的 在 居住在台灣的一群阿拉伯人 哇 都來台灣還這麼保守 但是也有遇到理解我的 當然 爸爸的朋友 然後他說他 他能理解我 現在做的一切 然後我也有跟他解釋說 我不覺得我做錯什麼事情 因為我現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我沒有在傷害我自己 因為我爸發現我做YouTuber的時候 就是他請我經紀人 然後酷炫我們一起去到家裡 然後跟我爸開了一個會 然後我爸拿著我的每一支影片 然後對著酷炫說 你覺得你看這個影片中的女生 你會想娶她嗎 酷炫說會啊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棒的女孩子 然後我爸就一直搖頭說 那是你們台灣人的想法 阿拉伯人不會娶這樣子的女孩子 回教徒的男生 不會娶這樣子的女孩子 我就說 可是我沒有想要嫁給那樣子的男生 如果你沒有辦法接受我的工作 為什麼要嫁給他 他就說 你不能 你就只能嫁給回教徒的男生 就是我爸就是很堅持這樣 但我蠻好奇 因為那個時候的狀況 你那時候已經有一個小孩了 而且你18歲就懷孕 那個時候沒有 對反而是那時候他沒有對你有 這麼大的反應 應該說 因為我那時候 結婚了 所以他覺得結婚就算了 但是因為我離婚 然後分居這件事情 我爸其實都不知道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去外面工作 賺錢養小孩 我爸都不知道 是我 我們很猛耶 我們全家人一起隱瞞他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他知道的話 我是不可能在外面工作 賺錢養小孩的 甚至到那個時候 我就問他 因為我爸就說 你為什麼要隱瞞我這麼多年 我就說 因為 爸爸我就問你 我那時候如果跟你講了 你會怎麼做 他說我會叫你回來住 我說對 那我回去住 請問我住在英哥 跟你們住在一起 我要做什麼工作 我還說可以養活這個孩子 他說你可以做西法 好 做西法 也也許養得起 也許 但是 但至少 我還是靠自己養活這個孩子 然後至少養得還不錯吧 就是 然後甚至家裡現在是 不管有任何的經濟狀況 甚至那時候家裡 有一些就是 債務的狀況 都是我就是把它解决掉的 那我会觉得 那我不求你们感谢我 但至少不要阻止我 做我想做的工作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距离力真的很久 最后我爸就妥协 就说你如果要继续住在外面 然后做这个工作可以 但你要把所有 跟那个胸部有关 或是太裸裸的照片 全部下掉 然后以后不准再拍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突然开始 进入转型之路 这是我为什么要转型 那时候突然强制转型的原因